音乐与乐器 阶段九 森林音乐课 黄鹰是森林幼儿园的音乐老师 孩子们可喜欢上他的课了 黄鹰老师说 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 昨天学过的知识 小猪 你看这是什么 小猪回答 这是四分音符 我们可以这样记 远看像个棒棒糖 符头符干不分开 四分音符就是我 记住我只唱一拍 黄鹰老师微笑着点点头说 回答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打节奏吧 大家跟着老师边拍手边读 大 大 大 黄鹰老师 黄鹰老师又拿起一张卡片 问 小兔 请你说一说 这是什么 小兔想了想说 这是四分修指符 我们可以这样记 写在二线四线间 像个黑黑小燕子 其实是个瞌睡 其实是个瞌睡虫 四分修指 修一拍 黄鹰老师满意的说 好极了 我们一起来打节奏吧 大家跟着老师边拍手边读 接着黄鹰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五条线 问 小狐狸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小狐狸红着脸低下了头 昨天他回家没有复习 大家帮帮他好吗 这是五线谱 小朋友们一口同声地回答 我们可以这样记 五线谱 五条线 中间夹着四个尖 每条线 每个尖都有一音在上边 黄鹰老师说 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 一线 二线 三线 四线 五线 一尖 二尖 三尖 四尖 黄鹰老师拍拍小狐狸的头说 今天小狐狸没有回答上问题来 请你给大家跳支舞好吗 小狐狸使劲地点了点头 拍手 拍手 跺跺脚 跺脚 跺脚 拍拍手 大家一起唱唱跳跳吧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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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합니다 拍手 这一首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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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